滴滴答答 家里到处是接漏水的脸盆 很难在书桌好好做功课 因为书本总是擦了又湿 湿了再擦 从国中开始 林同学几乎都在客厅读书 没有脸盆接的地方是床垫石一片 总之生活就是一片石答答 母亲是越南极限住民 父亲工作不稳定 家中经济总是让她忧心 可不可以继续念书下去 可能很烦恼 明天能不能凑除学费来 你都在做吗 拓骨老师协助 慈激之工走进这个家庭 经过我们不断不断的努力 也串联了营建筑 马上进行了房屋的修缮 尤其工作也给予补助 改善了整个家庭的和谐气氛 也打开了妈妈的心门 慈激之工全面性关怀 让林同学无后顾之忧 专心求学 没有补习顺利考上理想的高中 也到环保战复出 欢喜做环保身心灵都充实 慈激有爱 辅助弱势家庭 在逆境中看到希望 大海新闻 真善美志工 林慧芳忠诚德黄玉仁 南投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